头戴鸭神帽男子鬼鬼祟祟前路一处社区大楼 趁着保全不在位置上 竟直接将平板拿走扬长而去 等到被害人回来发现东西怎么不见了 气得报警处理 警方一查发现原来几天前 嫌犯才以相同手法走到商场里头 实际他不断东张西望 确认四驾无人 这才伸手将架上积木放入包包 事发就在台北市中正区 毕姓嫌犯五月初先是到光华商场 偷积木跟薄冷袋 接着又到社区窃取平板电脑 变卖现金 没想到钱花完了 竟有实随之位 随机偷走机车置物箱内的皮夹 警方后报后不敢大意 巡线调阅监视器 终于将人给逮捕 因为接二连三的发生窃盗案件 警方迅速调阅监视器 比对后锁定一名年约五十岁的毕姓犯嫌 相关证人执政立立 全案依窃盗罪 监犯落网后却不断装傻 变称自己早已忘光光 只是监视器画面拍得一清二楚 怎么可能靠一句忘了就能脱罪 参与新闻大伟陈奈欣 台北参望导